哇 今天我不知道真的是太兴奋了 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来到Kipeli的The Bus Museum 其实明天才有Open Day 但是奇怪的是 因为我拿着我的佳能D3 我的镜头 然后我的相机在这边拍摄 今天人不多明天人会多 然后有机会来到 这一个就是很多年线巴士 但是最有意思要给大家看这个 1942年的双城巴士 我们都知道英国的双城巴士很出名 当然这个比较现代 但是你可以看到多高 这是比较旧的 可能你们看英国的电视比较旧的 你会比较熟悉这个巴士 但今天给大家看的是 这一个我可能看过最高最老的巴士 1942年的双城巴士 这是我第一次看 看它轮胎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轮胎 这个是当时的轮胎 当时的轮胎 这个是磁心的 够硬 然后 避震 铁皮 有些木头 看多高 然后这个就是驾驶盘 好像好像没有车灯了 可以看到 好像没有车灯 我不太清楚 你就可以看到 里面驾驶4是很简单的 拉着这个上去 可以 这个就是 这个地方的东西 Corruption Trend Rate 这边以前的巴士 后轮驱动 哇 你可以看到轮胎已经 很简单 轮胎已经坏了 但这边还有很多的像巴士的座位在维修 很多的 bodywork还在维修 很多维修当中 这是旧的 这是旧的巴士 这个就是巴士的座位在维修 这边要小心 因为你来到这边 平时人是不可以进来的 这个是两层 嗨 如果想要参加一个订阅 就把这个放在里面 OK OK 谢谢 参加 参加这边的会员 算是会员嘛 就你可以来这边帮忙去维修 所以很多这些它是一个 一个组织希望能够完成 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踩上去 你可以看到这个 整个感觉 很秀的感觉 我就不上去啊 这边就是双层巴士 很古典的双层巴士 真的是太爽了 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旧了 把上去就掉下来 这个屁股 所以英国的双层巴士 可能是这个时候见过最高 1924年的双层巴士 轮子 轮胎 这种感觉超棒 历史性的东西 很多时候 当我来到这些地方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 可能差不多一百年前的人 是怎么上班下班 接近一百年前 90年 可能这些历史的东西 看到这些木头 这些窗口 这些玻璃 我就 我就不上去了 这边就不上去 这边上去 这可能太危险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以前的人 就这样子赶巴士 抓着这个东西 这样子赶巴士 很爽啊 这个巴士 但还有其他很多很好的巴士 我就拍照就可以了 只是这个 哇 你看到这个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我拍张 拍张视频不错 这个角度 我拍张视频不错 太爽了 这个巴士 真的是让我很兴奋 就 因为我相信世界上 这种东西还存在 还可以那么近距离接触 可能不多 但是我居然可以摸着 这个是木头 不要瞧 这边已经裂了 被刮痕 这个是 玻璃可能已经卸下来了 可能以前的玻璃 不知道是不是玻璃 这种旧的玻璃 可以上旧的玻璃 挡风玻璃 已经完全没有了 Special Car Special Car 特别的 车牌没有 前面发动 发动 我不知道发动机怎么样 磨痕 漆也开始掉了 轮子 但是这个就是 当时的历史 当时人就坐在上面 上面有玻璃 清闭 可以想象当时的人 坐在上面 上下板 英国那时候 有可能工兴阶级吧 可以看到轮子 避震 这个避震 让我想起了东风 中国汽车厂的东风 这轮子上去 可以差不多 就是那种的感觉 太爽了 哇 哇 这个巴士真的是很特别 大家还有其他的 巴士维修当中 在汉的当中 这个是一个 可能这个 你们电影当中 就看得熟悉了 哇 这边真的是太多东西看了 然后 相信你们 并不是太多人 看见这种巴士 有机会再给大家 看见有趣 我不知道会不会拍 因为我很想享受 这个 看的事情 看的东西 然后打算再拍一个 个人组合 跟这个 算成巴士 拍一个过程组合 有趣的东西 下次见 哈哈 我上来了 这个就是刚才双层巴士 不是双 应该不叫双层巴士 双层电轨车吧 刚才就碰到 这边的一个维修人员 因为今天是比较安静的 如果是平时很多人的话 这边是封闭的 我跟他聊了很多 关于这巴士的故事 这个 也不是叫巴士 叫trolley 它是一个电车 电车 就是从它里面是没有隐形的 它是上面两条电线 如果现在香港的时候 你还看到香港的电车 所以它是很高的 这个电车是1924年开始运作 它已经超过制作起来 或者它已经超过100年历史了 相信 他相信 就刚才那个人跟各位讲 这个应该是2019年世界上 唯一存留的一个双层 那么高的一个电车 这个型号 我是讲这个型号 100年的电车历史 这边本来以前都是有玻璃的 可以看到这个是木地板 以前他们做的也是木的 所以这个 在电影当中甚至你不会经常看到 但是这一个感觉 你可以看到红色 普通的巴士在旁边 还比它 这个已经算很高了 还比它矮半个头 所以这个 怎么讲呢 当你来到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想到100年前的英国人 是怎么上班 和当时是怎么上班 所以在香港 那时候香港 现在香港也有些电车 电轨 等一下给大家感受一下 你可以感受到 在这边的那种的气氛 在这种的历史 所以当我看到这种历史的时候 很有意思的 再给大家看一下 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这一个 就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是什么呢 这一个是以前他们 火柴 因为这边经常抽烟的 他们火柴 就在这边一滑 打火机 就可以点烟 点烟了以后 把香气丢在地上 你看看 黎康就是无所谓 这上面这边 就是让风进来 把里面的烟给吹走 不要弄坏 因为以前在巴士上面 吸烟的人是很多的 在这巴士上面吸烟的人是很多的 所以基本上 这个巴士 那时候还没进烟的时候 这巴士吸烟的人是很多 哎呀差不多 太兴奋了 太兴奋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历史 这边是原来的木头 这个车 在之前就被一个人 买来做他的房车 Color Van 或者是他住在里面 但那个人去世的时候 就有人看到这辆巴士 然后就联络了这边的 巴士博物馆的人员 就把他拿来这边 所以这个相信 是世界上 现在唯一存留一个双层 那么高的这个型号 双层电车 你可以看到这个 木头 这些的做工 都是原汁原味的 看到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以前 转动的时候 还能够转动 还能够转动 你可以看到 哇 哇 转不动 这边有个转动 机械性 然后就把 Bromingham 我看一下 London Bromingham London 看还有什么 阿不定 阿不定 South seat 三德兰 哇 架子挺远 这个就以前他们的 你可以看到 他换了 哇 这个 转的真的太难了 00 纽卡什尔 纽卡斯特 我的手已经黑了 应该还有个多名 没有了 这个就往回转 哎 哇 哇 博明翰 看还有什么城市 利物福 今年欧洲杯的冠军 不知道 什么地方 利芝 利芝 明镜斯特 曼年 哎呀 没有了 没有了 太累了 额瘦很黑的 蛮不错的一个体验 一个经验 这一集 额瘦Vlog 我没有想到我会来到这边 录制这一集 就刚好录过我的相机随时准备好 就拍摄了几集的视频 跟大家分享 下次有学会见 拜拜 脏了 下去 看 累死我了 说还可以随便参观 今天是可以随便参观的日子 太兴奋了 看到这个绿色 我会认为这个新冠军事 我把新冠军的主意 拔不得更好 吃 很快 我会认为这个绿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